电视上的新闻如何制成的呢 三菱新闻副总监以丰富的实务经验 带小朋友了解一大早就要搜集资料 接着定案与编排 还要随时修正的过程 新闻好不好看就要看编辑有多厉害 另外也从live连线 视讯连线等不同形式的播出方式 展现不同新闻的重要性 用技术把它的绿色换掉 换成我要放的话 跟这些二年级的小朋友 在谈论新闻事件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现在的孩子 其实资讯量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家长要非常注意 小朋友在手机的使用 跟电脑的使用上面 有很多讯息 的确要帮助他们去识别真假 金融市政府官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合作 共同办理十场次的媒体试读课程 实体课程的部分来到暖息国校 对于分辨真假新闻 低年级小朋友分享查证的重要 不要乱传新闻 一定要有怀疑的精神 像上次柬埔餐诈骗友 很多个人都被美师去联络 但是其实就一百几十个人而已 通知柬域里面的影片 因为有些是假的新闻 所以我会想一想这些决定 电脑市政府与中家集中新闻 安排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的活动 到暖息来 那如果去提高他们在 新闻的真实性的一个辨识上面 我想这都是现在公民社会 很重要的一个试辩能力的培养 媒体试读的能力成为现代公民 因具备的关键能力 孩子们透过阅听思辨 成为新闻小兼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